江美宜法台温狂实时罗斯 自认经验不足 下次再座会perfect 李信尼 Jim Lee 古亚维 吴叶昆昆哥 J.W.王浩尔 以及中年好声音的周吉佩 李佳 罗启豪 龙婷等 昨晚为慈善节目《明爱暖万星》演出 担任嘉宾思宜的江美宜 其中一个环节为表演张杰作旁白 其料突然间平平时罗斯 认真示威 玩骚后 江美宜解释因节目超时 而临时要删除两页纸的稿 又自认经验不足 虽则背起稿 但也不知所错法台温 不过连汪明泉阿姐 也认为他所背读的稿难梗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制作部经理 非戏剧分部和小会议有了解发生何事 她说 我觉得自己有70分 下次再座会perfect 做得多就会好 又单引号 最近推出新歌气好的李信妮 首次在现场演绎 她笑颜跟同事们也很紧张 但自觉表现不俗 虽然此曲并非快歌要跳舞 但也有一定的难度 接音陡气味要精准 加上唱高音同歌词密集 李信妮又指眼见有很多不开心事发生 亦想借着此歌曲带出正面讯息同发放正能量 好像歌中意思一样 若遇上不快事情也要挺直腰撑住自己 另外提到闫明熙 最近在网上发文悼念李文逝世 并透露因此哭了很久 李信妮表示以为会跟闫明熙同场出现节目 继而安慰对方 后来才知道闫明熙预先录影演出 所以会改为传短讯安慰对方 谈到闫明熙为经界文凭是DSE的考生 将于7月19日放榜 李信妮笑颜也等GG紧张 就连同样是DSE考生的师弟黄明德也叫 他估计几多分 不过他也相信GG会付出心机去硬考 因为对方做任何事也很认真 昨日谷亚维33岁生日 他笑颜已连续两年生日于工作中度过 今年为慈善出力 感觉特别有意义 又搞笑指生日愿望是永远18岁 更胜于自认年年25岁的谭校长 谭到如何庆祝生日 谷亚维称有多朋友相约吃饭 但工作忙碌及处理开办学校事项 所以打算集合所有朋友饭聚 更笑颜朋友们不相识不重要 若然可以撮合朋友成功拍拖会很开心 问到他的爱情可有着落 他表示会顺其自然 又认为好事自然来 亦不会抢求 问到他是否择偶要求高 他说 我相信Phil都有追求者 到时叫埋一起去食饭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会讨厌大家会感觉到最新消息 很快要睡觉 在评论部分时会变成